大家好,我是千锋,好程序员,大数据讲师,大海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一下Vloom的Channel 那这节课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FailChannel 以及它里面的具体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配置信息 那好,那这个呢,我们还是继续去看我们的官方的 那首先呢,我们找到这个FailChannel 那FailChannel很显然啊,也说这里边这个通道呢 是使用的这个磁盘 那使用磁盘呢,它有个好什么好处呢 肯定是对于它的这个数据的安全性呢,会更高 那数据应该不会去丢失的 那针对于这种的配置,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些内容 首先这个type,那么我们需要配成Fail的,也不用再说 那这里边,那跟着type之后呢 就是一个checkpoint的DNR,一个checkpoint的一个目录 那这个目录是做什么的呢 它说是一个目录存储什么 存储checkpoint的Fail的 那checkpoint呢,究竟它是这个checkpoint的Fail,它最主要是写的哪些内容呢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event呢,写入了这个本地的磁盘文件 但是啊,event的文件的指针呢 也被,它要被写入到的这个内存对列 但是一旦这个floom呢,被重新启动 那保存内存对列的这个floom,这个eventqueen呢 将直接消失 从而导致什么,导致这个文件的指针就消失了 那sync端呢,将无法定位那些已经准备好的 这个可以被读取的event在文件中的位置了 所以说,在这个floom中呢 可以要启动这一样一个县程 经常对内存对列呢做备份 那也就是说,floom也是会对内存对列文件做备份的 于是呢,这个检查点的概念就出现了 那这里边也是说 通俗的来说,我们文件写入到什么 写入到这个,这个event呢 写入到文件当中了,对吧 那对于这种event,我们如何去定位呢 那它的要靠什么,要靠指针去定位 那这种指针呢,我们在这个floom当中会写入到哪里呢 会写入到这个内存当中 但是内存,写入内存会很不安全 一旦当机,或者是floom重新启动 那这个指针就消失了 对吧,那对于它呢 我们就是什么,可以把它保存在一个文件当中 一旦什么,一旦丢失,一旦重写 那我什么,可以重新 从这个文件去读 那下面呢,这也是一个相对数据的安全机制的一个保护 那这里边这个文件 对吧,那这里边这个文件肯定存在一个磁盘当中 那如果欠好这个什么,当机了 然后这个磁盘也当掉了,也坏掉了 那这个数据是不是也是会丢失的 所以说这里边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备份 如果它设置成处呢 我们会将保存指针文件 保存指针数据的这个文件呢 也会进行一次备份 那就是什么 这一项就是设置成处 那如果它设置成处了这个 backup checkpoint.da 那实际上来讲,也就是什么 在另外一个目录去什么 去存储这个文件 存储是吧 相同的 但是这个目录能不能和这个目录上面这个目录相同 肯定是吧 要不同的目录 对吧 这里边说了 Directing must not be the same as 数据的目录或者什么 检查点的目录 那下面 DataDIS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佛录的 保存数据的一个位置 那这里边啊 这个呢 可以配置成 可以配置成什么 多个 可以配成多个 那配置成多个目录有什么好处啊 如果配成多个 实际量是对它的一个扩展 有这个多个目录呢 可以了 可以是 多个磁盘上 那也就是说 它的什么 它的存储的空间就会变大 对吧 所以说 那它存储的这个E-Wint呢 也会变多 是什么 这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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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DataDIS 那下面是什么 这个 咱们之前说过了 对吧 也就是说一个容量 那这个容量是什么 是以什么单位的 是以 呃 是以 是以bX 对吧 呃 size嘛 对吧 mass size 那下面 下面 下面 那 那 那 这里边 嗯 啊 那 这里边 这个 这个 哦 trypos 不长 也是多长时间检查一次呢 那 那 这个检查点 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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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是什么 是3万 啊 三万 有时在什么 在 好 3万毫秒检查一次 那就是什么 每30秒去检查一次这个检查点 那 这是嘛 这是我们 关于这个 fail channel的一些主要配置 那么 我可以看一下 实际 那 实在我们 实际工作当中 对吧 就不能配置这样去 这样简单去配置了吧 对吧 那首先我们这个是吗 这个是 一定要被配置的 对吧 这个也 啊 然后呢 这个一定要被 配置什么 配置成处 啊 配置成处 避免什么 避免数据的丢失 实际上我们使用这个选用fail channel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他的数据的安全性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进行配置的 那好 那关于fail channel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